大家好 这期节目呢我们来聊一下一村一市场这个话题啊 这个话题呢在国内的网络上啊 议论纷纷呀 可以说90%的人啊并不看好这个东西 而且老百姓对此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那么习近平上台这么十多年来啊 一路胡折腾 可以说是从各个方面啊 干预老百姓的生活 我们就拿农村这块来说吧 先开始呢替老百姓改造厕所 现在可以说90%的厕所呢都是光废的 然后呢又动员老百姓修这个找气池 从现在的反馈来看 也是一多半呢都废弃了 接着呢又不让老百姓用这个土灶做饭 就是把灶呀都封起来 要做饭呢只能用天然气做 这个也把老百姓折腾的不轻 实际他最厉害的是啥呢 不让老百姓粉烧节感 这个事情啊现在闹的也非常厉害 因为他再不让粉烧啊 老百姓就不中地了 这个不让粉烧节感造成的后果啊 太严重了 以后有机会我们再聊 那么这几天又折腾下呢 就是说是一村一汁堂 解决老百姓吃饭的问题 这个事情让人听了以后啊 确实觉得挺穿越的 因为1958年那个大汁堂呀 也没有过去多少年嘛 现在年纪大年的人 就是70多岁的人都有记忆嘛 那个大汁堂吃完以后 结果是啥呢 就是全中国饿死四千万人嘛 那么现在这个汁堂又要开始了 后面结果是啥呢 现在虽然不敢说会饿死人 但是现在能预见的是 这个肯定是一个胡折腾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有关这几年啊 关于老百姓吃饭这个问题呢 中共已经折腾了几轮了 在疫情期间大家应该还记得 当时只要等的是要搞这个社区大食堂 就是在城市里头呀 建立社区食堂 美其明月呢 解决老百姓吃饭的问题 最后的结果是啥呢 搞了就三个月 现在全国的这种食堂啊 可以说全部都倒闭 没有办法搞下去 原因大家可以去想嘛 你政府搞的这个东西 成本将会是多大 对不对 然后你又是打着惠民的这个旗号 这个饭菜还不能太贵 那么一个没有利润的东西 对经营者来说 也是没有动力的嘛 那么他的饭菜质量呢 也是不能保证的 所以搞了几天呢 也都垮台了 从社区居民来说 一天让他花几十块钱吃饭呀 这个说句实在话 还是挺贵的 对年纪大的人来说 没有吸引力 他结缘结缘 老两口在家里吃饭呢 按照现在的物价啊 一天大概就是 二十块钱就能包得住 那么你一个人手二三十 那两个人是多少呢 就比自己做饭贵了一倍 就从这点来说 也没有吸引力 因为对这些中老年人来说啊 到饭馆去吃饭 是偶尔去吃一下 那么你社区食堂 那几样饭菜呢 吃几天都吃烦了 然后花费寒大 根本不如他自己在家里做饭呀 偶尔出去吃一顿饭 调剂一下 而且到市场上去 想吃啥都有啥 怎么会固定到你社区食堂呢 结果搞了几天呢 那个就无声无息了 那么现在在城里头呀 又在推这个郁芝菜 那么郁芝菜这个东西呢 就是比较狠了 哪天我做节目呀 专门来介绍一下 郁芝菜这个 可是有资本参与的 而且是政府主打的 你看在老百姓 这样抵制的情况下 中央电视台这几天 还搞了一档节目 叫郁芝菜大比拼 就是看谁家的郁芝菜做得好 那么他为什么搞这个东西呢 这是地方政府啊 没有钱了 土地卖不动了 那么他们现在盯上了什么呢 就是针对各大中学校的这个郁芝菜 这一块市场啊 是非常巨大的 所以老百姓尽管这样去闹 那么这个郁芝菜呢 现在还在推进 这个郁芝菜啊 已经恶劣到什么程度了啊 人家说呀 猪资料的保值期呢 就是180天 那么这个郁芝菜的保值期 是多少天呢 360天 这些家伙为了弄钱啊 根本不顾群众的健康死活 那么我们最后来说 这个一村一食堂这个证损 这个现在讲的更好 就是说呀 现在农村呀 这个顾夸老人比较多 那么自己做饭也不方便 那么我们推进这个 一村一食堂以后呢 就是解决了这些老年人的吃饭问题 这个你看网上的留言啊 但凡是在农村生活过几天的人 就说这个东西完全是不现实的 首先现在农村人口非常少 一个村里头多一点的人呢 可能有个三四百人 少一点的呢 可能就是几十个人 而且多以顾伐老人居多 那么你让这些人 首先跑到这个食堂去吃饭 这个有多大的积极性 对不对 农村还不像那个社区大食堂 大家住在一个院子里头 下个楼就能吃饭了 这个农村啊 一般都是方圆几里 为了吃你一顿饭啊 可能要走几里地 那么对一些腿脚不方便的老年人来说 这个首先就是不方便的嘛 每天跑来跑去吃 烦都烦死了 第二个呢网友就提出来了啊 说你这个食堂建立出来以后 叫谁经营呢 对不对 这是不是又会形成一个腐败工程呢 结果这个政策下来以后 村长承包建设食堂 然后食堂的经营呢 也是交给这个村干部的亲戚去诺 那么这些人具不具有专业的厨师水平 做了翻赛符不符合卫生标准 这个官能不能把得住呢 你虽然讲的是要给老百姓提供健康营养的食物 但是一旦到底下去执行的时候 谁去把这个官呢 就是最普通的饭菜质量 饭菜的口味能不能保证呢 这实际也是很现实的问题 据说有个市点村下轰轰烈烈的把这个食堂开起来了 然后全村动员老年人去吃 结果呢只去了三个人 那么这个呢可能是个例 就是这些老百姓不太捧这个村长的场 我想啊这些食堂开张以后呢 那么你村长要求大家去吃 可能也会去吃上几次 关键是他有没有持续的发展动力 因为这个你再怎么说 他是关乎这个市场经营的 你不是免费办市场 因为你要收费 老百姓要出钱 这个过程中 他就会产生利润成本这些东西 那么他就不是一个简单的汇民工程了 你比方说以前修那个找几职 因为这个东西是政府出钱修的 老百姓呢可以白得实惠 所以他出一点钱呢 他愿意干这个事情 但是你现在像吃饭这个问题 他明明可以自己解决 现在你让他去掏钱去吃 而且吃的不好 费用还多 这个吃饭的过程还很麻烦 就是这么多因素 造成这个东西进行下去是不可能的 那么最关键的一点是 1958年那个大食堂 当时国家宣传的是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说我们进入共产主义了 这个食堂是免费的 大家放开肚皮吃 因为当时老百姓的这个共产主义 也没有什么理解 认为这个东西就是大家共产了 吃饭一块吃 村上吃完了不要紧 线上还有嘛 国家有的是粮食 对不对 都超音赶美了 当时大家有这样一种思想 根本没人去想啊 这个食堂不会搞下去 这是当时老百姓的认识程度很低 才会有这样的看法 但是经过那一次 大家都知道了 你说的再好的共产主义食堂 你还是要有财政的支持嘛 没有财政的支持 他不能永续嘛 吃了几个月的食堂就吃不下去了 只好把食堂关门 关键接下来还饿死那么多人 那么现在这个习近平推的一村一食堂呢 他不是免费的 他让老百姓掏钱去吃饭 这个就跟1958年的食堂呀 是完全不同 而且他设计的是啥呢 就是老百姓啊 吃三餐花12块钱 对于一个有稳定工作的人来说啊 一天12块钱去吃的饭呀 确实不贵 但是你要天天去吃 一天12块 一个月是360块钱 那么农村的这些老人 就没有退休工资嘛 现在国家给他们的养老金 基本上就是100多块钱嘛 低的地方只有123 高的地方也不会超过200块钱 这是你政府发给他的养老金 这是他一个月唯一的收入 那么你让他花360块钱去吃饭 那你想他可能去吃吗 对不对 所以能想出这个政策的人啊 也真是可以 我觉得这种人啊 脑子一定有问题 就像美国驻日大使讲的一样 这个人一定是马基威利主义者 有关这个马基威利主义啊 我昨天在那个节目里头也说了 就是一种人格缺陷 一种精神类的疾病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肯定的说 习近平的脑子啊 是绝对有问题的 他搞出这个一寸一食堂这个政策啊 比那个晋惠地的核不食肉迷啊 还要荒诞 所以中国现在进入了一个 魔幻荒诞的时代 还不是那个美国驻日大使讲的呀 这个习近平是一个经济上的无能 他不是无能啊 他完全是胡搞 他完全是把他青少年时期 毛泽东搞的那一套 映射到他脑袋里头的东西啊 全部拿出来再去试验一遍 他是这样一种人 他纯粹是在这扯淡 现在很多人分析呢 说这是习近平有一盘大棋 要通过这个呢 进入他的社会主义2.0 我把习近平观察了这么几年呀 我现在基本上不认可这种观点了 说什么大棋之类的啊 完全是扯淡 完全就是他想一出搞一出 根本没有一个系统性 但凡有一点系统性 国家目前也不会搞成这个样子 那么还有人说呀 不要说习主席这个一村一食堂搞不成 过几天你们不来吃呀 我把农村的灶全封掉 派农馆进村 随家烟筒冒烟的 我查随家 看你到不到农村的食堂来吃 让我说呀 这种方法你都可以用 你免费 人家肯定会来吃的 但是你一个月只给他发了一百块 你让他花三百六十块钱来吃你的饭 我相信他不会来吃的 你就是把他造餐了 他也不会来吃的 如果你逼急了啊 最后只会出现 这些农村的老人啊 涌到你食堂 看你给不给吃 你又不让我做 你又不给我发钱 而且你还让我到你这食堂吃饭 你看怎么办 对不对 所以啊 一村一食堂这个事情啊 必定是个笑话 将会跟他搞得更多的项目一样啊 就是一阵风 那么这个危害有多大 我觉得还要看当地干部的觉悟 就跟今年春天炒的水稻上山一样 那么有良心的干部 就知道这是个骗人 这是个媚良心的工程 就不真心实干 就把它敷衍过去了 但是有的地方的干部呢 就是良心大大的坏了嘛 把山上的果木毁了 造成梯田嘛 结果到现在呢 基本上是没有收成 这个主要就是看当地干部的良心跟觉悟的 我想主要还是看良心吧 因为这个结果 四个人都能预见到 就跟1960年那个打击警开始以后 为什么有的地方饿死的人多 有的地方饿死的人少呢 对不对 有的地方的干部 人家一看确实没粮食吃了 就把老百姓放出去 你们去讨饭去吧 这样的就是好干部 那么有的差的又是 坚决执行上面的镇所 派民兵把守这村口 认识把村民圈到村里头呀 饿死在家里 所以这个时候啊 就是检验中共干部人性的时候了 我希望他们呀 能有良心发现 不要犯这个平庸之恶 好吧 这期节目呢 我们就聊到这 假如说您是第一次观看本频道呢 请点击订阅 假如说您喜欢本视频呢 请点赞分享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